攻略第一期 云顶 一句话总结重理云顶滑雪场 住宿条件一般 雪票排队时间长 但雪道雪质 好的没话说 今天就来讲一下云顶雪道怎么滑 让我们直接上地图 首先22所左边的耳朵区域 1所和6所中间的黑道三角区域 以及最右侧公园区域的部分雪道 截至2月12日价位开放 但已开放的雪道 已经能够满足各种水平和要求的雪友了 水平较高的雪友建议走22所 滑蓝刺头黑道加蓝道组合 偏固难度与长度 雪道很宽 多度上抖下缓 玩单板公园的雪友建议走6所 滑雪衣草或紫丁香 东岸圆状公园在雪衣草旁边 每日开放时间 需要提前看官号通知 初级单板雪友走5所滑雪荣花 初级双板雪友走3所滑锦带花 剩下中级水平的雪友们 请直接到1所山顶集合 三条炼火线路千万别划错 到了一个两难的境 怎么就只有刀击刀了 1所到顶走右侧花毛连接道下山 和曼陀罗会合 是云顶最长雪道 中级水平花毛下山段偏陡 雪道宽 缺点是连接道部分又窄又平 划起来很累 1所到顶右侧第一个岔路下山 走玉竹和曼陀罗组合 玉竹上半段很陡但很短 三个转身就能下来 后面是均匀的中级道 优点是选择玉竹的人很少 可以放开滑 1所到顶左侧 直接划完整曼陀罗道 也是最多人的选择 全程没有陡坡 被称中规中矩的超宽中级道 缺点就是人多 最后配套逼坑如下 欢迎截图 点赞收藏加分享 我们下期见